他來抽血做健康檢查 發現他的三酸鋼藥紙破錶 大概900 那問他吃什麼他說 那一陣子抽血都是冬天 他每天聚餐全部吃火鍋 如果是吃到飽 他絕對不虧錢 他都要夾20盤肉 而且吃起他的東西都會虧錢 所以他一直吃肉 一直吃肉 一直吃肉 大概都20盤 那如果說是吃單點的 菜盤換肉很划算 他一定要換肉 那而且大家知道吃火鍋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 蘸醬 醬料 對 醬料選的 好 火鍋沒煩惱 所以他 這是哪一家的食物 你都拿來用 這個我 所以他那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就會沾很多沙茶醬 那大家一般都拿那種沾的碟子 他覺得不夠味 他都拿了一個碗 全部裝滿沙茶醬 然後我就整個醬要沾上去 到底吃醬多還是吃料多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開始跟他說 這東西要調整 不可以再這樣吃了 一個禮拜之後 歡迎收看 余思豪辣 余思豪辣 來 再分給你 好 來 出團 好 他們今天三邊 一樣高的特代賓 不要這樣 這樣出的耶 這樣我是高的 三出的 一般高 感覺一般高 好不好 邰哥 誰要人為了追求方面外食 是 你知道外送平台的比例很高 很高 以前也賺得很兇 所以他們有統計呢 2023年 前三季 光是飲料這個訂單 就超過 7200萬杯 可怕 7200萬杯 所以換算 如果是以台灣人口來說 等於每個人就點了三杯 可怕 好可怕 現在最熱門外送品 不外乎就是 奶茶 那乃哥你猜第二名是什麼 奶茶完了 那就是那種 素食啊 你說像麥當勞 對啊... 是嗎 NO 答案是 甜不辣 甜不辣 這很奇怪 是喔 如果以地區來說 東部最熱門的是 小籠包 南部最熱門的是 米血糕 很好吃 是喔 好啦 現在都很注重健康嘛 常常聽到這個外食不健康 那我們今天就來考考大家 對外食的健康知識 到底了解多少 是 好不好 身為母親的我 工作又常吃外食被逼的 所以考驗應該難不倒我 你看三豬二連就寫的 我吃外食 所以 山豬不吃外食是什麼 對啊 我跟他一起好了 對不對 我跟他一對好了 好不好 提醒你們要 對 他有懲罰 真的耶 天啊 我兒子好像跟他差不多高 媽媽... 好可怕... 好可怕 那我們就今天馬上來 進行我們第一段的 來 馬上是我們第一段的 這個 一起難選吧 來 好 小奶最近吃完早餐都會昏昏欲睡 請問是她的哪個早餐組合出了問題 一 燕麥加牛奶 二 燻雞蛋餅加拿鐵 三 里基漢堡加無糖鮮奶茶 這應該不難吧 好不好 要看清楚說 是什麼 吃了這個早餐會昏昏欲睡 好不好 來 請作答 請搶答 搶答 來 兩個不知道要抓什麼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他拿得相當容易 而且都沒人跟他搶 放回去... 我再聽一次 他用 你這樣贏得很沒有... 好不好 而且他就摸摸在拿槍 我說請搶答的時候要搶旗子 到底要是哪個吃的會昏昏欲睡 請搶答 妳好壞耶 你為什麼把音慢慢拍啊 我能不能換個隊友 芸汐妳不見得會答對啊 很難說喔 好不好 好 先來講Dora 妳有什麼案例啊 我自己現在愛吃的其實就是 蛋餅類的 然後豆漿 但蛋餅裡面一定要有肉 為什麼呢 因為我以前在學生時期 我發現我只要在家 有時候想要說減肥或是什麼 吃簡單一點的 我就會吃一個厚片加果醬 就等於只吃了澱粉 我就出門 那時候我住淡水 然後我坐... 坐到大概北投站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暈了 睡早了 不是 那個是發昏了 就是然後我大概到原山上 我是兩眼發黑 血糖... 血糖太低 對... 然後我那時候是還要衝下車 然後呼吸空氣 然後在那邊緩一下 我才...我的那個暈的症狀 才會好一點 然後我後來就發現 早上一定要有肉 要有蛋白質 我是不能只吃澱粉 是 對 所以我覺得是贏 因為它是燕麥跟牛奶 所以都沒有肉 都沒有肉 都沒有肉 對 所以它會呼呼欲睡 而且牛奶裡面有鈣質啊 睡前喝牛奶就會幫助睡眠 那一早上喝... 睡死了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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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有點同心耶 超酸的耶 你這樣分析好像還滿有道理的 對啊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喔 是贏的是不是 這麼開心 那我們這題的請問喔 黃醫師來幫我們解答 答案真的就是 所以有一個 DORA很厲害 她剛剛真的有講到一個 很好的觀念 對 我覺得我們這題其實滿陷阱的 大家看那個燕麥牛奶 都覺得好健康有沒有 對 我們會昏昏欲睡 我們來比較 我們不看熱量的話 她的含糖量多 以糖分來講的話 含糖還是多的 沒有錯 就是血糖 因為血糖的波動 如果說我們如果說 真的含糖量高 我們很快血糖會上升 因為我們身體不容許說 自己血糖快速增加 胰島素就趕快工作嘛 又讓它趕快下來 這個起伏 就會讓你昏昏欲睡 就容易 剛剛DORA也提到說 所以蛋白質很重要 所以你看第二個選項 它有燻雞肉 蛋餅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里肌漢堡 然後或許裡面有一個蛋 多受蛋白質 對 蛋白質 那像我就跟大家分享 我的案例是這樣 我有一個患者 其實是一個在50多歲的 一個大哥 他的工作是有危險性 有挑戰 他要開那種吊車 在一個高空作業這樣 要開中那個 他有高血壓 然後血壓控制的都還不錯 他有一陣子就覺得奇怪 怎麼早上工作之後 會好累好累 尤其過了50歲 累到整個這樣昏昏的 他就問他的同事說 有風飄嗎 現在沒什麼風 他說我一直就累到人在晃 結果趕快來醫院做檢查 我就發現說 你血壓控制得很好 然後其他你的心電圖 抽血報告 沒有什麼問題 我就說 你是不是沒有吃早餐 所以低血糖 沒有 我早餐吃很豐富 我常說奶酥麵包 紅豆麵包 紅豆麵包 土司再加果醬 不夠我再加個饅頭 那你都喝什麼 那罐裝飲料 什麼什麼咖啡 什麼都要去買 怎麼可能不夠 不對啦 你這樣是不對 雖然說你吃得很多 你反而讓你就是我剛剛講到 血糖增加太快 你過了年紀之後 或許你的運動不夠 你的胰島素處理不好 或你處理得不OK 它起伏嘛 它起伏你就會覺得 人疲倦沒有心神 整個沒有能量 能量的續航力就不夠 所以我們就會推薦大家 幾個這個 比較接地氣的早餐組 其實中間這條就是像 蛋白 蛋餅 蛋吐司 或你要蛋漢堡 OK嘛 或是饅頭夾蛋為基礎 那當然如果說 你要很追求健康 你可以有 你可以有全麥蛋餅 全麥吐司 或是全麥麵包當然更好 旁邊一欄就告訴你說 我們要怎麼去搭配呢 要是你的這個蛋餅 是火腿蛋餅 是這個里肌的蛋餅 或燻雞的蛋餅 那又有多的蛋白質對不對 或是你有鮪魚的 那我們也可以配鮪魚蛋餅 鮪魚蛋吐司 或是你饅頭夾蛋 你再多個火腿里肌 那如果說你喜歡吃起司的話 你也可以再起司蛋餅 然後起司蛋吐司 那也可以更多蛋白質 那如果說你覺得說 你想要 不想要那麼多 那你有一個蛋餅之後 你可以用蔬菜 你也可以吃譬如說 蔬菜蛋餅 蔬菜蛋吐司 那也是很好 另外一種營養的價值 也有 你也不會讓你的血糖波動那麼大 那飲料我們還是推薦說 盡量是無糖 不要說那麼多汗 如果你喜歡喝咖啡 加一些鮮奶OK 那不一定要加太多的糖 那你喜歡喝茶 你可以無糖紅茶 或無糖的鮮奶茶 那豆漿很好 無糖豆漿 它又有 是一個很優質的蛋白 那也是盡量無糖的 這樣更好 好啦 有那麼厲害 對 偷腦分析了 好不好 講太慢了 好啦 現在不要讓 我說請假答才能搶旗子 好 馬上來下一題 請出題 小婷在減脂 但還是很想吃素食 請問一下食物哪個最不能吃 一 即是漢堡 二 炸雞腿 三 麥克雞塊 聽清楚啊 減脂喔 好不好 請假答 不是 你是故意的嗎 是 你是故意的嗎 顏麗婷小姐 你要看到三豬她動作 本來就是這款 就是慢嘛 你知道嗎 剛剛跟我說什麼嗎 我說三豬一定要搶到 因為我們可能會 可以答得比他們多題 然後她就說 可是麗玲姐 沒有 左手 然後她就說 我改右手 右手也是搶旗子 右手距離比較遠 到底 請做答 你覺得 你覺得是哪一個 1 2 3 即是漢堡 炸雞腿 我麥克雞塊 減脂喔 等一下 減脂的話 那應該不能有炸的 應該是炸雞 最不能夠吃 最不能夠吃的 最不能吃喔 對 炸雞 為什麼要選炸雞腿 炸雞腿 炸雞腿 感覺她有 感覺她脂肪很多 那個山豬 我以前一直聽說你 後來有一對人說身體不好 然後你就說 是... 要休息一下子 對... 那個是身體的疾病問題 那你現在也沒有好 現在沒有 不會好 不要惡化就好 不要惡化就好 為什麼... 因為我有那個 免疫系統疾病 免疫系統 所以那個免疫系統會攻擊 那我就盡量都吃藥控制 對 那你要減脂是嗎 你有什麼案例 減脂是 因為像我以前 會跟我朋友 約去吃那種麥當勞 或者漢堡王這種 對 一個禮拜 會約個三四次這樣 這麼多 然後其他的時間 我可能會去買那種 就是三隻... 三個一百的那種雞腿排 就是那種夜市在賣 我知道... 就是一個一 沒有那麼大的那個 對 就是... 然後再買那個 那個雞肉可樂來... 天啊 都是不健康的 第一次的罪惡感 對 然後我平常的那個體重 大概是維持在98左右 可是那一陣子 一直在跟朋友約 然後一直在吃那種素食 結果後來我的體重 就飆到104 然後我就去... 我就回診的時候 我的醫師就告訴說 我的那個血壓 跟我的膽固醇都偏高 叫我要剪個5到10公斤 後來我就改變我的飲食 就是說我變成一天吃兩餐 有一餐可能就是去那種便當店 然後跟他說 我不要飯 然後就只有菜跟肉 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慢慢的這樣改變 比如說有點想吃炸的時候 就可能就點一個雞排而已 是 對 就是有稍微滿足到 可是我的量又沒有到那麼大 後來我的體重就真的有... 有剪到96公斤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不吃電膜 好像差別還是滿大的 那你現在幾公斤 我現在... 今天早上量是98啦 對 還在... 沒有98 看不出來耶 因為他個子比較有關係 不是 個子小 他真的看不出來有這麼重 對 所以我有在控制啊 你... 你這樣怎麼沒有控制 開心的嗎 突然有點心虛 來 我們請你們 那個韓隱 音樂老師 答案是錯的 來 等一下喔 錯 你們有機會 來 炸雞腿不是 減脂 我真的要換隊友 他打對不對 然後我就換我換 他說 雞腿... 雞腿啊 雞腿 我現在... 到底 我現在點菜 不是問你喜歡吃什麼 是... 那這樣就即時漢堡 是嗎 你猜即時漢堡 為什麼 因為那個 即時漢堡它有麵包的本體 然後它有即時 然後加上裡面那塊肉 所以它的油脂量應該算高 會被麵包吸走 營養師我這樣講 對嗎 來 他不能回答你 好 好啦 以他最近可能... 所以你們就是一式啊 疑似瘦身有成的 疑似 聽他的好了 來 正確解答是 答案是3 麥克雞塊 1 你看 我就不能聽你的 對 為什麼 那你麥克雞塊 對 你看山豬的體型 代表你需要來學一下健康的營養 真的 山豬跟營養少好好求 求教一下 剛剛在講說即時漢堡 其實它是有一些澱粉 然後它的肉其實是用煎的 它的吸油量不像炸的麥克雞塊 跟炸雞腿吸油量這麼高 而且你要減脂 我們燃燒脂肪 還是需要一些些澱粉類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真的一味的 去排斥澱粉 所以即時漢堡是可以的 那炸雞腿跟麥克雞塊 為什麼是雞塊比較不行呢 因為雞塊它是去裹粉的 它裹了一些玉米澱粉 所以這個澱粉 它會吸大量的油脂 而且其實它切得比較小塊 它吸油量是更高的 所以相對來講 麥克雞塊是加工品 炸雞腿它比較類似 原型食物 我覺得那是可以 還有製品 你還可以選擇什麼 那其實 那我這邊有學生就是 它三餐都吃炸的 都吃炸雞腿 然後也會點一些 像林卡可樂等等的 但是它不知道從哪裡聽來說 聽說你吃了很多油炸 要大量的維生素C 可以讓你預防中風 那所以它就 每次吃了炸雞之後 就要點兩杯柳橙汁 來搭配 超甜 沒想到一個月後 天啊 那個內臟脂肪 竟然從10 飆到13了 而且血壓還飆到150 我就跟他說 親愛的你知道嗎 你的食物搭配錯的 吃素食店 其實還是有更好的選擇 但你選了柳橙汁 大量的果糖 反而會讓你的三酸甘油脂 有糖加油就等於胖了 我建議他說 你要好好的換一下你的飲食 那我們就設計了一個這個 素食店也可以 越吃越瘦的組合 主食類我們盡量是選煎的 不要選炸的 所以其實像是 烤的牛肉堡啊 或是烤雞啊 甚至是那種捲餅的烤雞啊 或是那種 現在蔬菜可以包漢堡的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的選擇 那一定都會有所謂的副餐嘛 所以副餐你盡量選小份一點 所以不要加鹽的小薯條啊 因為還是有一些馬鈴薯 雖然是炸的 但相對來講 它是真的熱量比較低的 那當然沙拉是最推的選擇 如果要炸的簡單的洋蔥捲 因為它也只有三個 所以覺得還是可以選的 那飲料類 像剛剛就有講 林卡可樂 林卡汽水啊 無湯的茶 氣泡水啊 這些等等 都比你去選果汁來得好 所以這個給大家參考 你看果汁大家強調新鮮 果汁反而在果汁 糖分太高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題 小奶喜歡吃麵 請問外食吃麵要怎麼選擇 才比較健康 一 乾的寬麵 二 湯的細麵 三 湯的寬麵 都是糖的 只有一個乾的 來 先講答 先講 山豬 我想說我有稍微賣一點 妳為什麼一定要讓山豬搶呢 因為他們也沒換到 你們兩個有沒有換位子 我想說他們兩個也沒換 但是好消息是 我這次摸到手 你這次摸到手嗎 對 再一次 來... 三處有進步了 請搶答 果然換了 我的手 麗玲姐覺得答案 會是哪一個呢 Tora好善良喔 來 那你們來做答 我覺得這陷阱吧 我感覺會是乾的寬麵 居然跟我一樣 因為那個乾麵 通常它可能會加肉燥 或是加一堆油 讓麵不會沾黏 所以用的油量可能會比較多 這是哪門子的 然後寬麵 它的麵體 又是比較寬 比較寬 澱粉量會比較高 不是 還是我錯了 它麵的重量會一樣的 它是會你健康的組合 不要健康 那這樣 對不起 其實搶回來好了 那這樣會是 請問三高位 你想試例嗎 對 那應該是 我沒有要聽的 好 但它五打二撞 我是覺得一 妳覺得一啊 因為湯感覺會吸很多油 是喔 對 妳覺得就乾麵嗎是不是 對啊 不管寬還是細 我覺得 雲希妳有什麼是方便的例子 我是個人是超愛吃麵的一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南部小孩的關係 我早餐起來 要嘛就是麵 要不然就是飯 因為我小時候的那種早餐都什麼 鴨肉跟麵啊 米糕啊 肉粽啊 碗粿 還有滷肉飯的人 對不對 一大早第一早 家藝人嘛 就還有雞肉飯的這個選項 會酷飯啊 我到台北生活的時候 我超級生氣 在南部的早餐店 吃得到鍋燒一面 台北的早餐店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 台北還沒有 沒有吃那麼重的早餐 有 所以我在台北的早餐店 有鐵板麵啊 對 台北的選擇 我只能吃鐵板麵 然後有一次 我要上通告的時候 像乃哥另外一個節目 都超級早餐 不然妳吃了 沒有沒有報應 我是說很早 所以我只能吃早餐的選擇 我真的只能選鐵板麵 然後那時候去錄影的時候 有吃飽 但是腦袋瞬間很空 上場答題答不出來 然後講了一些 不知道有的什麼沒有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傻眼 然後有一次還錄那種 談話型節目 就是直接空在那裡 因為那本來就是 我們自己的故事嘛 結果我居然還要看大直播 然後我就很擔心說 那個製作單會不會覺得 以為妳講假故事 對 以為講假故事 然後都記不得 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想一想 早餐吃了鐵板麵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澱粉太多了是不是 對 好 答案 他們選1 答案是錯的 我們健康的組合 健康的組合 我要來了 3 因為我覺得湯其實沒有 像大家想像中的那麼油 因為你湯其實可以不喝 而且湯它不會加那麼多油 因為你不可能喝下去 一口全部都是油 但是那種乾的什麼肉燥 會加肉燥 醬 都是那個很多很高什麼油脂啊 高鹽分啊 什麼醬油下去弄的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3 是寬的還是細的 寬的啊 我跟你講為什麼會選寬的 因為它第一個有寬麵 想說Double到 然後我就想 其實是這樣喔 所以寬麵都開除掉了 滿會的 投雞 投雞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就是3 對 切實比較接實 怎麼那麼強 為什麼 乾的麵啊 其實真的會裹很多的那個油脂進來 所以你全部都會吃進去 因為每一條麵的那個接觸面積 都會裹到油脂 那像湯的細麵的話 因為細的麵接觸面積就比較大 所以連帶這樣拉起來的時候 其實湯體裡面的油脂 都會拉上來 所以同樣的重量下的話 其實寬麵接觸面積少一點 就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像芸汐剛剛說 你早餐會吃鐵板麵 鐵板麵真的很NG 很地雷 因為鐵板麵是乾的 它的那個油加很多去炒 甚至它那個醬包 一包就有3公克的鹽巴在裡面 所以油很多 又油又鹹 其實就會讓你血糖衝高 所以你就容易有些頭暈的狀況 對 所以像其實我有個個案 他是一個26歲的男生 健康檢查發現紅字很多 壞的膽子很高 我就會問他的飲食 他其實才170公分 但是他體重90公斤5 結果後來發現他週末 很喜歡去吃拉麵 你知道拉麵練到排很久 排很久的狀況下 他就會吃更多 想說都來了等這麼久 那我再點個副餐 所以他會把那個豚骨的湯 全部喝光 然後再那個唐羊雞 再把那個雞皮也全部吃掉 豚骨的湯很好吃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下 他就會一直瘦不下來 後來我就跟他說 因為他很喜歡吃麵 很喜歡喝湯 我就說那你就先喝一半 這樣就好 另外因為我們在吃東西 其實纖維質非常的少 那我第二個就請他說 看可不可以去補充膳食纖維粉 去補充就是纖維 這樣子讓它的波動 血糖波動好一點 油脂也不會吸收這麼多 那所以呢 其實你在吃麵的時候 提供一些就是小table給大家 看一下看一下 對 如果你今天真的吃乾麵 要讓它均衡一點 所以你要配什麼 青菜蛋滑湯 可是湯盡量真的不要喝 因為外面的湯 都是隱藏的油跟鈉很多 所以我們就吃料 不喝湯最好 那如果你今天真的吃像湯麵 羹麵或者是鍋燒麵 像你喜歡吃鍋燒麵 對 因為鍋燒麵是炸的 湯盡量不要喝 因為它泡在裡面 油脂都在 所以湯如果可以不要喝 是最好的 他幹嘛叫湯麵 對啊 我這樣講 吃湯麵可以 一定會喝到一兩口湯 但是不要喝完 因為剛剛他說乾麵更不行 不是 我叫湯麵 我不喝湯 這樣很浪費 湯多好喝 豚骨拉麵 要喝完才有好俗感 不是那個過癮 一滴不勝真的喝太多 一定要剩一半 那第三個是什麼 假設有些人吃餛飩麵 其實吃餛飩麵 我會建議大家 直接吃大餛飩湯就好 因為餛飩麵的麵體 麵比較多 那澱粉量就高 那餛飩本身有肉 蛋白質多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好 那如果我們真的吃餛飩麵 就是配個豆干滷蛋小菜 燙青菜都好 這樣會比較均衡 就是澱粉蛋白質蔬菜 都有了 對 這樣子最好 是不是 現在我們要辣不厲害 打這兩題 借過一下好不好 借過 今天是有懲罰的 山豬 好 好了 現在我們下一題 來 請出題 火鍋想要吃的健康不爆卡 下鍋順序很重要 除了青菜以外 應該先煮哪樣東西 一 火鍋料 二 玉米 芋頭 三 肉類 準備囉 請搶答 你看 就不一樣了吧 你怎麼這樣 他搶答不見得會對 他搶答不見得會對 除了青菜以外 應該先煮哪樣東西 應該不可能是先煮肉 先煮玉米嗎 應該是 應該是 玉米 為什麼 因為肉類好像都會融化 應該是先煮火鍋料好像 它那個什麼油很多 因為火鍋料好像都是 那個科技的很火 就是不是原型食物 不是原型食物 是人工做出來的 是 Dora 來 你講 你平常愛吃火鍋 我愛吃的程度就是 冬天的時候 我大概一個禮拜要吃到 有時候會吃到四次 你幾乎每天吧 差不多 天啊 那還可以那麼瘦 夏天的時候會吃 沒有 其實我後來覺得 外食足 吃火鍋反而是我 隱控的時候的好朋友 就是你可以選湯頭 我在隱控的時候 我反而湯頭就選那種 最簡單的昆布湯 然後不喝湯 就跟湯麵不喝湯一樣 然後就單吃裡面的 青菜跟肉 然後我也不吃火鍋料 醬的話我也不吃沙茶醬 直接用醬油 然後加蔥 蔥 蒜 辣椒 頂多就是醬 然後這樣單著吃 原型食物 就這樣你看 水煮餐 所以他這麼瘦 水煮餐 對不對 科技原本 但我覺得 芋頭好像是陷阱 芋頭是陷阱 對 會散開嗎 來 你們答案是嗎 真的 好難喔 我們在相信 天然的 在相信山豬醫師 反應很慢的朋友一次 反應很慢 來 我們這裡 洪醫師 來幫我們做檢查 我們恭喜這次 我相信山豬 來 好難的 因為其實確實是三去法 大家想像 因為火鍋料的部分是加工 所以它裡面的油脂的部分 跟額外的鈉含量都會比較高 沒那麼健康 那肉類要看 油花越高的 它的脂肪含量會越高 而這部分的熱量 玉米芋頭一個 一般外面的餐盤負額 大概是三十五大卡 跟肉 大概就是五百 如果五花之類的 那我們的火鍋料 大概一百大卡 所以熱量比較高 油脂也比較高 而且前面一直講圓形食物 雖然這一段是題外話 可是我真的很想講 我一定要講 就是說 我們有病人血糖控制不好 過了一個禮拜 阿伯超生氣來罵我 說他這禮拜血糖更高 我說不會 怎麼可能 他說他都已經很認真控制了 這裡拜麵包都選超圓的了 還選了圓的車龍餅 為什麼要講超圓 阿伯是認真的 阿伯真的很尊敬 他再來鬧場了吧 阿伯 後來我就很說 阿伯是 阿伯更生氣阿伯都說 他以前說的 沒有這麼清楚 好 奇怪嗎 那大家講芋頭的部分 是因為芋頭裡面 含有一個叫抗性澱粉 他雖然是澱粉 可是抗性澱粉 指的是比較難分解吸收的 所以跟膳食纖維的作用 會比較相像 可以增加飽足感 但是又不是那麼高的熱量 所以這是他的特色 那當然我們也遇到 類似的一位先生 他來抽血做健康檢查 發現他的三酸膏子破表 大概900 然後問他吃什麼 他說那一陣子抽血都會冬天 他每天聚餐 全部吃火鍋 如果是吃到飽 他絕對不虧錢 他都要夾20盤肉 天啊 而且吃其他的東西 都會虧錢 所以他一直吃肉 一直吃肉 大概都20盤 那如果說是吃單點的 菜盤換肉很划算 他一定要換肉 那而且大家知道 吃火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沾醬 醬料 醬料選得好 火鍋沒煩惱 所以 這是哪一家的食物 你們可以拿來用 所以他那個部分來講的時候 就會沾很多沙茶醬 那大家一般都拿那種沾的碟子 他覺得不夠味 他都拿了一個碗 全部裝滿沙茶醬 然後我就整個醬要沾上去 到底吃醬多還是吃料多 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開始跟他說 這東西要調整 不可以再這樣吃了 一個禮拜之後 馬上從900變190 我們就說 所以我們開的藥物 效果也還不錯 他說 醫師其實藥我一顆都沒吃 一顆藥根本都沒吃 只是他說 那他去看什麼醫生 就改變五十而已 就是火鍋整個禮拜都沒吃而已 就整個禮拜都不吃 所以三酸膏脂的改變 其實一個禮拜 就很明顯能夠見效 跟飲食非常高度有相關 所以大家發現三酸膏脂高 好好控制飲食就好 可是這也不是提醒大家 只控制一個禮拜 是平常就要控制 對 那當然如果真的要吃火鍋 有一些小梅咖可以分享 雞藥溝在餐前 可以吃一些柑橘 跟海帶的部分 那柑橘的部分 裡面有 另外一個叫檸檬C 它能夠去刺激 我們的一個 脂肪的分解代謝 跟燃脂 同時還有一個作用 可以抑制食慾 讓你不會想要吃那麼多 是 那海帶的部分 有水溶性的一個纖維 能夠去包袱一些油脂 跟鹽分 讓你不要吸收那麼多 餐後的話 黑豆水 黑豆本身有非常豐富的 花生素 能夠抗氧化 跟抗老化 另外的話 也能夠減少脂肪的一個吸收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 這樣的一個組合 那我可以一次吃五顆橘子嗎 當然是 不可以啦 太甜 可是他有生息息耶 有生息有血 而且剛剛洪醫師在講 那案例的時候 他一直說 我也是耶 我也是 我也是 無肉不歡 真的 身體比較重要 好不好 這第一輪現在是2比1 好 這個一定會答對要加油 有懲罰喔 我們現在第二趴 嚴育選的問答題要寫的喔 來喔 我們第一題來 請出題 吃完飯總讓人想來杯手搖飲 請問下列手搖飲的配料熱量 由高到低排序 一 冰淇淋 二 布丁 三 椰果 四 珍珠 這題不難耶 冰淇淋吧 有那麼多糖嗎 這個 好 來 公布答案 對 4123 一樣耶 4123 兩組都一樣的喔 4123 三叔你講一下 你應該手搖飲達人吧 我之前真的是一天兩杯 然後就是兩杯珍奶 你們怎麼都那麼不愛惜自己身體 他不會還全糖吧 不是 因為就是那個 好 心情懷都要來給珍珠奶 好 你還想一下 你還想一下 什麼slogan這樣 就是當你心情好的時候 要喝一杯來慶祝一下 心情不好的時候 要喝甜甜的 來讓心情開心 安慰一下 對 有珍珠或是加蒟蒻 或是加什麼椰果之類的 那個有咀嚼感 才會用 可以靈感 靈感才會來 所以要邊吃 然後邊想事情 這樣比較好想 然後後來呢 我就去體檢 醫師就看我的血糖值 那個空腹好像到一百四十幾 就是偏高 他說我如果再繼續一下 因為我家族有糖尿病食 不用看你家族 現在看你就一定要有糖尿病 所以他說 我要客製那個 喝含糖飲料這件事 當然 所以後來我就改成一週 喝一次 然後後面就改成 喝那種超商的無糖率 然後現在變成是 自己泡茶包來喝 那你現在很健康了嘛 是...會慢慢變健康 人生無味 老人茶的感覺 老人茶 有時候心情不好 但是喝那個無糖茶 還是有味道 至少不是喝開水 好 這一題呢 我們來看看 子溫來幫我們解答 好 兩對都答錯了 好 那是4213 對 剛才熱量最高的是什麼 冰淇淋 冰淇淋最高 對 還不是珍珠 對 沒錯 因為它的熱量表 可以看到順序是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不要忘記 除了冰淇淋之外 最近有很紅的那種 花粿熱量更高 還有奶蓋 大家喜歡的奶蓋 其實熱量還比冰淇淋 再高一些些 油脂含量太高了 這個要注意一點 如果真的要熱量 比較少的配料 可能像是綠茶凍 桂花凍 仙草愛玉 這類型的 真的是熱量比較少一點 可是你說 我真的很想要吃珍珠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點的話 建議你的茶底 一定要是無糖的 這很重要 因為它本來裡面 就蜜那個糖了 就已經有甜度了 然後我們為了要控制熱量 建議你下一餐的 晚餐的白飯 就直接扣掉 這個的澱粉量 盡量不要吃白飯 就吃蔬菜跟蛋白質 這樣你才可以做 熱量的控管 我覺得很要 要讓大家更正確 像這一集這樣 讓大家知道 飲料其實那配料很 熱量很高 而且這個趨勢是年輕化 高中一年級 就會做健康檢查 然後很多就會發現 從才高中一年級 十六歲 就滿江洪 我曾經六個患者 就媽媽帶來 帶一個弟弟來 就看到他 體檢報告也看起來 空腹血糖 我們標準是99以下 是 尿酸8.8 一個年輕男生 尿酸8.8 因為尿酸大概也是在7.8以下 不能超過8 然後三酸甘藥脂 標準150 他298 媽媽就很緊張說 你看... 他爸爸已經糖尿病了 這個已經高一而已 這樣會不會怎麼辦 那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分析說 他真的是一直很愛亂吃嗎 他說他從國中 就愛喝飲料 媽媽就一直念不聽 後來改無糖了 他說OK改無糖 可是他加了很多料 媽媽說他改無糖 他加了很多珍珠 加粉圓 加椰果 加蒟蒻 加什麼粉圓 加這個 超high的 還有那種什麼 三兄弟 就裡面有各種配料這樣 無糖的茶 可是裡面的那些配料 都是甜的 都是煮糖水的 那我就想說 媽媽一直念不聽 醫生一定要想個辦法說 其實跟年輕人 你講學禮 他會說 你血糖 都離他太遙遠 我想到說 高一男生 而且衛教一下 我就說 我前一次看到一個網路調查 女生現在選男生的條件 第一個是外貌 第二個就看身高 我跟你說你這個 喝含糖飲料 喝一杯 我跟他講說 他聽到說 雖然說有一點點眼神 覺得有點抵抗 可是聽進去了 媽媽說他聽進去 他怕長不高 然後就開始就戒掉了 就戒掉飲料之後 戒掉飲料之後 真的小朋友代謝又快 兩三個月之後的回診 全部都紅字的恢復正常 是 真的 大家要注意 這個飲料裡面的配料 也是魔鬼 真的 所以要嚇一下 是不是小時候喝太多 確實 對不對 你不要喝含糖 搞不好又再長幾點 原來就是含糖飲料害的 好不好 現在我們還是一樣 2比1 來 下一題 請出題 自助餐可算是外食一族的 均衡不極佔 但如果選錯主菜 還是有可能熱量超標 請排列出下列四道主菜 每100克的熱量排名 1 梅干扣肉 2 炸排骨 3 糖醋排骨 4 香腸 好多熱量好像都很高 熱量的排名 哪個熱量最高 哪個最低 炸排骨裹粉嗎 有啊 這沒有兩個炸的 一個炸排骨 一個糖醋排骨 都要炸 是啦 好嗎 你們好像在做聯考 第一次遇到考試可以挑論 有這個話 真的怕 好了嗎 是誰 好了嗎 來 這個就是4 就改了是不是 那兩個把它寫一樣了 好 來 請亮牌 3 2 4 1 3 1 2 4 兩個有差距 大家3都是第一個 來 我們請營養師韓宇 好 答案都錯囉 又都錯了 來 順序來告訴大家 3 4 2 1 的確大家 3 4 2 1 大家都猜對 的確糖醋是個大地雷 是 糖醋排骨我建議大家 在減肥啊 你想要健康期間 千萬不要點 那原因在於 其實糖醋就是要先裹一些 像番茄醬啦 沙腸 然後再裹一些澱粉類 再去油炸 所以又有糖又有油 的確就是胖了 所以不建議選糖醋 那再來的話 香腸 因為香腸我們一定要用肥肉 去做比較好吃 那它也是加工品 納鹽也比較高 所以它相對熱量 整個也是不太那麼健康 所以什麼香腸便當 也盡量不要點 再來的話 炸排骨的部分 我們盡量還是有一些原型食物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 梅干扣肉 為什麼好 好了 是因為同樣都是100公克裡面 梅干有梅干菜 蔬菜可以穩定血糖 那你有一些控肉的部分 但是相對量是少的 所以答案是 3 4 2 1 那近年來呢 這個腳步就對了 對 那近年來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 有很多人都是去做健檢 我這邊就有一個案例 是媽媽42歲 她看了滿江紅的健檢報告之後 就想說 我好像應該要吃健康一樣 她就聽人家說吃蔬食 好像可以改善這些問題 就是紅肉她不要吃 炸的也不要吃 她就每天就去找他們樓下那個什麼 叉叉蔬食園 天天三餐都吃這個蔬食園 沒想到隔了半年之後 再回診再去看抽血報告 奇怪 我的內臟脂肪也沒有降 血壓還是高 而且糖化血色素 這個素質竟然越來越高 那也沒有瘦 所以就來找營養師 看了她的這個飲食肌肉之後 我發現我嚇一跳 因為其實素食的製作餐 很多都是加工品 譬如說有麵場 素魚 素肉 而且好多它就是 全糖醋的部分 那因為其實一般蔬食 它不好吃 所以會有過多的醬料等等 反而你就會越吃越胖 我反而建議大家 不一定要吃全素 你反而可以是有一些 然後你烹調方式 盡量還是以烤的 清蒸 水煮 不要再用糖醋跟油炸 把握這個原則 那其實我覺得自助餐 是可以吃得非常健康的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大家 自助餐有以下三個大地雷 大家一定要記得 第一個是你夾了 看起來像蔬菜的澱粉 譬如說在我們的農業分類裡面 南瓜 蓮藕 玉米 其他在分類是指蔬菜 但是在營養學的成分裡面 它是大部分都是澱粉 如果你在炸鍋的話 那個吸油量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要注意 再來第二個是 就是你夾了用油量超高的蔬菜 不要以為說吃蔬菜 都是非常健康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你有夾到菇類 菇類它的吸油量 占24% 青椒糯米椒也占23% 這到底是什麼概念 100公克的這個蔬菜裡面 23到24%都是油脂 每一顆的油是9大卡 所以你大概每個蔬菜 會多200大卡 在你的這個蔬菜裡面 所以要注意 那再來呢 很多人我們在說肉的部分 你不要選一些加工品 剛剛我們講的素魚 素肉 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好的選擇 反而你可以選一些 圓形的雞腿肉 我覺得都是相對比較健康的 剛剛那個蛙蛙叫 有沒有 都喜歡 都是我們喜歡蔬菜 火鍋有沒有 最喜歡就是菇下去 菇狂煮 對不對 菇狂煮 煮到最後 然後最後吸湯 是不是 吸湯 尤其那個金針菇 一大坨整個下去 你就會想說隔天就會看到 就沒差 對 可能看到 就油還在你身體 那油在裡面 東西出來了 好不好 好 最後一題了 你們要答對 這樣還能夠評分 好不好 來 最後一題請出題 寫出一個 沒有選項喔 沒有 但是我不會寫那個字 好 你給我 電怎麼寫 是不是很難寫 他說這個字不會寫 是南瓜那種 你寫是對的嗎 電粉類的食物 然後呢 就是 對 還是 你要 這是下面是多還是 細 細喔 你真的多吧 中文很亂耶 細啦 你有事嗎 這知道不會寫 知道大家來不會寫字 有毛病喔 寫好了嗎 寫對了 好 來 魚細來看你的答案是 來 猜兩個字都不會寫 燕麥 對吧 這字是對的吧 燕麥是對 沒有錯 剛剛跟我說那個賣相 那個是多嗎 你有事嗎 太多了 我說很不好 但這個姿勢我是有的 我們這邊一定會答對 下次我要勝選隊友 勝選隊友 地蛙 大哥 他說那個是 霍南瓜 地蛙霍南瓜 沒有叫霍 因為那個什麼 它是寫澱粉類耶 對啊... 澱粉啊 吸油的食物 這個澱粉 會吸油的 所以你覺得 是地蛙 沒有禍南瓜 反正平手也是要處罰 好 到底是燕麥 地蛙還是都不是呢 來喔 我們請韋傑 這一題的答案是 玉米燕麥都有啦 玉米喔 那這一題講的是 我們的澱粉類嘛 玉米燕麥雖然都是澱粉 可是這兩類含有比較高的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部分 可以幫助吸油油脂 所以這個會是對的 那地瓜的部分 南瓜這個是澱粉類 也比較圓形食物 所以直接烹調也是不錯 只是膳食纖維的部分來講的話 玉米燕麥本身是比較高的一個 膳食纖維的狀況 幫助吸油效果比較好 是... 這個是很有心得的 這其實還可以 不是 雖然剛剛講的 玉米燕麥 但是其實每天吃那個會膩 當然啦 燕麥其實很難下咽 而且其實我們吃外食 很難點燕麥 對啊 然後你知道現在大家就是 三餐老是在外 你又要講... 對... 沒有 主要是我自己又愛吃 周是外食主 然後我又有主持 那個美食節目的外景 然後我有時候 一天我是要吃到 大概四到五餐是標配 然後其實一天 你吃到的纖維超級超級少 像我有一次紀錄它是 我那一天中午 然後我們是三個主持人 然後我們一起吃了一個 七成肉的漢堡 然後那個漢堡上面 淋起司醬 整盤 然後三個人要在一個時間內 把它吃完 然後吃了之後下午又吃甜點 怎麼感覺三處在流口水 對 聽起來就很好吃 冰淇淋那種 然後到了晚上我們還吃那種 川菜 就是吃什麼重慶小麵 然後那個螺絲粉 然後最後 他給我們配那種什麼 魔鬼膠的肥腸這樣 照理說晚上吃這麼辣 不是應該要... 我天理想說好好吃喔 好吃 是 不是... 很好吃 但是他最後 照理說我那一天應該要 我這樣吃這麼多的外食 然後最後吃那麼油 我應該要就是 排一下 對 但是我其實當天 我是沒有很順暢的 然後隔天 就突然 因為你太順暢 然後我屁股就噴火 是 超級不舒服 好具性靈異喔 超級不舒服 但是你... 但是我其實我覺得這跟 就是現在 現代人的生活模式有點像 因為你要工作壓力很大 你已經吃外食了 可是你有時候 比如你出差晚回來 你就是很想要吃美食 犒賞自己 所以相信半夜一定有很多人 你會吃這種 高油 高糖高油 但其實那個久了之後 你會真的覺得身體 就會有一種膩感 就是你整個人身體會很重 然後很有負擔 然後超級不舒服 然後呢 我那時候就是在跟我一個 營養師的朋友 就在聊這件事情 就說我是每天這樣子 我最擔心其實是 身體不健康 健康問題 對 然後我的營養師就推薦給我這個 跳跳定 它其實就是可以幫你減輕 你吃很多的美食 然後當身體帶來的那種膩感 因為它其實裡面 它有很多的專利成分 像是有秋葵的萃取 現任長的萃取 然後超級藤黃果 很有名的 然後呢 它裡面還有小分子的酵素 跟86種的蔬果發酵物 這樣子呢 它的這些專利成分 就可以達到 很厲害 阻斷你一開始 你吃美食的那種膩感嘛 然後呢 它會幫助你的代謝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最在意的 健康的問題 你已經吃了 對啊 不行嗎 我現在要講的重點是 因為我現在很常吃保健品 可是保健品 你每天早上十幾顆都是膠囊 然後你要這樣吞 你們真的超厭世的 但是它呢 它就是那種全台獨創 它是有點像 所以它可以直接喊 我剛剛吃了啊 就是有點像吃那種 發泡定那種感覺 像是跳跳糖 然後甜點的 小時候吃那個糖果 它就是草莓酸酸甜甜的那種味道 然後你吃下去 我很怕這太好吃耶 對啊 餐前耶 一天只能吃一顆 飯前 餐前你可以吃一到兩顆 一天吃到兩顆 每一天最多兩顆啦 我覺得它真的是很明顯的 減少那種負擔感 很好吃喔 很好吃對不對 它在你那個舌頭上 它有點像那種有一點清涼的 微微的發泡感 所以它就這樣 不是... 感覺好像那種跳跳糖 對 小時候跳跳糖 所以你吃了你也... 而且我就是你就會覺得 那個膩感真的少非常多 然後主要是我真的後面 後面再吃 你代謝也變得比較順暢 雖然身體的機能 有被維持住 你就覺得... 就說你今天吃的油脂太多的話 吃這個就可以... 餐前吃 幫忙排油就對了 對啊 真的喔 剛才大家討論到 這個就是統計的結果發現 有八成的上班族 大概每天一到兩餐室外 去填飽肚子 大概有六成的部分 就是三餐完全在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就是外食這件事情 是現代社會比較難避免的一個趨勢 因為現代人的生活步調比較快 所以因為要方便又快速 所以就會選擇外食來處理 只是這樣會比較難控制 到底吃進去的什麼 有時候很容易會選到那種好吃 但是熱量卻破標的食物 所以會攝取過量的 高油 高鹽 高糖的一個狀況 所以長期下來就會反映 在健檢報告的紅字上 那只是許多患者會反映說 真的沒有辦法自己開火 但是又會擔心影響健康 所以除了飲食均衡跟運動的原則之外 建議可以搭配一些食品作為輔助 像是東亞剛才所提到的 一個秋葵萃取 仙長萃取 小分子酵素 可以促進生理機能 而另外大家比較熟悉的 就是超級糖果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 降低慾望 以及促進新陳代謝 另外86種的蔬果發酵物的部分 可以維持生理機能 那這些成分的部分 可以緩解大漁大落之後的一個逆感 那在享受美食的同時 又能夠減輕負擔 更維持狀態啦 不可能再吃一顆而已 真好 不可能再吃一顆而已 可以吧 一天兩顆 我剛剛吃一顆而已 好啦 那我們今天 就馬上來結算我們的成績 這個那麼厲害的隊 2分 一定會答對1分 恭喜你們 所以今天的懲罰 我要帶給你們健康 沒有啦 乃哥他們3分啦 我們只有1分而已啦 3分沒差啦 3分 2分 2分也是贏妳 3分也是贏妳 好不好 我們來這個懲罰 就均衡的蔬菜棒 來 酥菜棒 我覺得很不錯耶 來... 這裡面有薑 這是什麼 不用剪了... 我想說不要浪費 這個是洋蔥是不是 對 洋蔥好啊 這吃嗎 還有苦瓜 這個很辣耶 那洋蔥好吃好不好 沒事 我有吃跳到定 這是蔬菜棒好不好 你吃跳到定幹嘛 健康的 那是苦瓜嗎 沒有 為什麼乃哥也要吃啊 乃哥為什麼要想吃 乃哥講營養對不對 很好啊 對 這跟洋蔥差好吃 不是 那不是懲罰吧 這不是懲罰吧 哪有孩子吃啊 都沒... 第一次有懲罰 主持人搶著吃 對啊 感覺滿健康的耶 健康 苦嗎... 苦嗎... 苦苦 師傅 苦嗎 這洋蔥超甜的 對 會苦啦 哪可以見我 吃不了苦的年輕人 超苦的 好不好 還好 薑有沒有吃啊 不要 薑還沒吃 薑我也要吃啊 薑也很醬耶 薑可以吃嗎 剛好啊 薑耶 Oh my God 這個嗎 這次是薑 這次是薑 這次滿好吃的 好辣喔 其實... 因為山豬也是吃素食的 老薑的話更辣 對不對 好 好辣 身體都熱起來了 好啦... 謝謝 謝謝山豬 謝謝... 好 我覺得今天 怎麼樣 很辣 對... 醫師好辣 很辣... 很冷辣 對... 之後我要是盛選隊友 不過今天真的獲益良多 居然有一些陷阱 對不對 就發現 原來平常危機重重 是啊 所以今天大家學到很多撇步 對不對 吃到該怎麼吃 對不對 在外面雖然天天老外 就出門在外 老外出門在外 都吃外食 但是怎麼樣 把這個順序學下來 對 吃了也會健康的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健康之下 仍然能夠去維持 促進健康 預防疾病 並且妥善處理病症的一個能力 那自我照顧 可以從簡單三行動做起 第一個部分 是維持口腔健康 而這部分就是每日清潔口腔 並且搭配正確的刷牙習慣 照顧敏感性牙齒 牙齒 牙齦健康 做好口腔保健 很多健康問題也能減少 第二點的部分 是養成補充 維生素跟礦物質的一個習慣 除了良好生活作息之外 透過補充適當的營養素 能夠去提升身體的行動力 保護力 以及維持失序清晰 有活力 第三點的部分是 要能夠緩解小病痛 在輕微症狀發生的時候 可以找藥師諮詢 使用非處方藥品緩解初步不適 而不是忍耐 覺得過一陣子就會好 自我照顧三行動 跟大家分享啦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